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完立刻扭转下一世命运 请听 圣曼夫人是舍卫国伯斯逆王之女 也是鱼舍国的王妃 圣曼夫人地位尊贵 但面貌却长得不太好看 她心里常常因此生起疑惑 有一次 当释迦摩尼佛在舍卫国底缘经社的时候 她来到佛前顶礼佛陀之后 很恭敬地向佛陀提出几个问题 世尊 为什么有些女人面貌丑陋 体态粗略 望之可不 而且贫苦卑贱 为什么有些女人面貌丑陋 体态粗略 望之可不 但是大富大贵 为什么有些女人长得美丽出众 却很贫苦 出身卑贱 为什么有些女人长得美丽端庄 清秀可敬 有财有福 身世高贵 佛陀开始说 圣曼 女人面容丑陋 体态粗略 望之可不 而且贫苦卑贱 是由于过去世性情暴躁 容易发怒 有人说她不是 她就心怀怨恨 气愤憎恶 同时她也不可以吃的 用的 以及各种财物 或是香花之类不失沙门 婆罗门又性情善度 看见别人得到财物 荣誉 尊重 敬仰 礼遇 崇拜就生嫉妒 阴记生怒 圣曼 女人面貌丑陋 体态粗略 望之可不 但却大富大贵 是由于过去世性情暴躁 有人说她不是 她就生气 怨恨 愤怒 憎恶 可是她却常以吃的 喝 用的 及一切财物 建地或防射 以及香花水果等 不失供养沙门 婆罗门 且又没有嫉妒之心 看见别人得到财富 荣誉 尊重 敬仰 礼遇 崇拜 她能随喜赞叹 圣曼 女人面目娇好 美丽动人 但很贫苦 身世卑微 是由于过去世性情温柔 有人讲她坏话 也不生气 又能忍让 可是她对沙门 及婆罗门 却不肯做任何供养布施 有性情善度 看见别人得到财富 荣誉 尊重 敬仰 礼遇 崇拜 她就生妒忌 肠字傲慢 圣曼 女人长得端庄美丽 清秀 品行高洁 多财富 且福德高贵 是由于过去世性情温柔 又能忍让 人说她非毫不计较 也不生气 她又能以一切财物 见地 舍宅 香花 水果 饮食 医药 恭敬供养 布施沙门 及婆罗门 并广行善事 对别人不生极度之心 言行谦逊有礼 而且对他人之好 时常随喜赞叹 圣曼啊 这就是妇女们贫富贵贱 和美丑的缘故了 圣曼夫人听了开示 很惭愧 而又欢喜地说道 世尊 我听了你的开示 完全明白自己长得丑陋 而身世尊贵的原因 好比从黑暗中得到光明 从荒野中发现了康渠大道 这道理实在太奇妙了 释迦牟尼佛是这世间最好 最圆满的相貌 楞严经阿难尊者出家 佛问他 你为什么出家 他看到佛的相貌太好了 所以出家的 佛也得要迎合世间人的心理 如果为他自己大可不必 百节修福是为度众生的方便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 佛像是最美的 菩萨相美 都是修得的 确实 我们的相貌 会随我们修行的功夫转变 你真正有修行 修个三五年之后 你拿没有修行之前照片对照一下 不一样 你功夫愈深 相貌也愈好 你这修行功夫骗不了人 一看就晓得 相的确是随心转 心清静 身就清静 相就清静 心慈悲 相就慈悲 你举止 言语通通都慈悲 你们的身体的庄严 相貌的端好 都操纵在自己手上 就看你怎么修 真正修行人 时间欲久 他确实显出来 跟我们一般人完全不一样 古人说 四十岁以后 相貌要自己负责任 四十岁之前 是神识投胎来的时候 你所取的相 为什么儿女像父母 他看到父母那个相 欢喜那个相 他的相就变成跟那个相相似 这个不是遗传 是投胎时候一刹那当中 取的相 取的这个相 这是先天的 但是后天相貌 会随着你一生的心形改变 如果一生心地非常善良 待人忠厚 成年之后 三十至四十岁 他就是忠厚老成之相 这相貌就变了 四十岁的时候 相貌定型了 不太容易改变 这时相貌要自己负责任 你心善 非常慈悲 就显善良的相 你心胸显恶 那个相 叫人一看就害怕 就是个恶相 有些人相貌很丑陋 自己都不愿意看 一照镜子就觉得 哇 这么难看啊 天哪 自己对自己特别失望 甚至吓了一跳 当然 亲朋好友等 也不会喜欢 还会经常受到侮辱 欺负等 若前世造了恶业 当恶业历任 轮到自己头上 即使自己不喜欢 也不得不承认 因为业力已经成熟 不过 现在很多人都采取整容的方式 来改变相貌 尤其热衷 以旅游的方式去韩国整容 返回时 海关人员都不敢相信是本人 听说在韩国 大多数父母都会为孩子 留下整容费 到18岁时 就让他们去整容 当然 整容对身体危害非常大 效果如何 也与业力有关 好人好自己 坏人坏人 自己 我国民间因果 俗语 因为 那些表面上 看上去老是会吃亏 但发心和心眼都不坏的人 人家到头来 其实各方面都是挺好的 都不错的呢 相反 那些一天到晚 表面上看去 好像各方面都很聪明 老是自己玩自己的脑袋 经常会生些坏心眼 干损人不利己 损人利己的 自私自利之人 到头来 人们会发现 他们不是这病 就是那样 有些还不得善终的 社会现象 宇宙第一因果 和因果律 是说的 这个世界和宇宙 在实相上 是一个人 一个众生 一心可以变现 十法界 三界为心 一切为实的 佛法教证 告诫我们 我们发的是什么样子的心 最终就会得到 什么样子的果 所谓 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 是也 因果和因果律 丝毫不爽 一切以我们人的发心 而不是我们的脑袋 到底有多么的聪明 为标准来说是 能够利他 和发心利他的 就是善的发心 凡是在发心和做事上 有利于别人 社会 社区和人类 乃至于一切众生 以及生存和生活环境的 都是好的 和善的发心 反之就是贪嗔吃 等的恶的发心了 沿着利他和发心利他的 这种道上的礼 走下去 就是所谓的修行了 发心向善 修法求道之人 之行者 不仅可以在实相上 得到现实中的 天人福报 而且还可以 在近未来季的 多生累劫中 始终令自己受益 以至于最终成就自己的 正辨之 无上 正等正觉 反之 生恶心 干损人不利己 损人利己的 自私自利之人 不仅此生 就会烦恼 痛苦不断 不堪 而且以后 更会 堕入三恶道中 去受生 小的这个道理 希望自己相貌能好一点 那么 你的心也好一点 美一点 相貌自然就美好 心地清静 自然就健康长寿 这是一定的道理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 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